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杂志封面最新一期南风窗封面话题是回家 这春节快到了 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那到处呢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人 根据这个官方的预测啊 今年春节全国旅客发送量有将近30亿人次 人们的行程是各不一样啊 但目的呢都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早一点回家 如今都说年味啊好像是越来越淡了 但人们回家的热情却似乎一点都没有减 有人就感叹到了春节才知道 安土冲迁的中国人啊 这个流连故土的中国人啊 原来一直呢都在迁徙之中 他们为了生计 为了家人 为了更好的生活 像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东奔西突啊 其实呢 很多人努力拼搏啊 就是为了能够跳出老家 那么到了年关 为何又都要赶回老家呢 这个答案很简单 回家过年 就是想从雍城的生活当中啊 脱生 在外边大城市拼搏呢 有时候啊 还真有点像囚犯 被囚禁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里 想要久在繁笼里 富得反自然 那就是一种失望了 一年到头 人们在商场 官场 职场 没有停息的片刻 而过年呢 这浪疲惫的人们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有人如此写道啊 说过年时 在家里 在家所处的地理空间里 我们放下了跟谋生有关的一切 我们才找到了最本征的自我 找到了家 所以啊 过年回家 那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也呢 是一个接受心灵洗礼的仪式 还有几天就是除夕了 作为这个春节重头戏的这个年夜饭呢 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这几年 年夜饭的形势呢 那是不断的变化 从最开始的这个家里一桌菜 到酒店的家庭聚餐 再到今年 借着互联网的东风 这网购年夜饭也悄然流行了 今年 各大电商平台啊 都相继开售这个半成品的年夜饭 价格几百到几千的呢 都有 什么芙蓉 松子 虾仁啊 西湖 杭椒 牛柳啊 扬州 狮子头啊 冷 热 齐全 品种丰富 这广告语啊 写的还特别诱人呢 叫带个大厨回家过年 据这个卖家介绍啊 半成品年夜饭啊 对这个新鲜菜品呢 进行加工啊 这个冷库腌制 用保温箱来配送 按照客户的要求的时间来发货啊 这客户呢 收到之后 你只需要蒸煮或者是随便炒两下就ok了 为了方便消费者制作 每一道菜品还配备了详细的烹饪说明书 不少人就觉得去酒店吃饭 年味呢 有些寡淡 家呀 才是安放年味的最好的地方 这半成品年夜饭似乎就两全其美了啊 瞬间成了今年的舌尖上的时尚啊 刚刚兴起的事物 那有利肯定也有弊啊 啊 你消费者在享受送货到家 烹饪省心的同时呢 对着半成品年夜饭也有些个抱怨啊 你想有人就说了 一些菜品的分量不足啊 偷工减量啊 宣传途上市高富帅 到手呢 变成了矮穷丑 你比如公保鸡丁 全是花生 看不到几个鸡丁 除了短精少两 货不对版 这年夜饭的安全也令人担忧啊 据介绍 年夜饭下订单后啊 要到达这个消费者手中啊 它得经过好多环节啊 要经过生产运输 搁置加热的过程 这期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呀 都可能影响到饭菜的卫生质量和口味 威胁到人们的健康 你像有消费者就吐槽 说这个原料不够新鲜 收到的三文鱼呢 抽的 嗯 还有人就说 有些菜品只生手混搭 就担心啊 会滋生细菌 大过年的 如果拉肚子 那绝对败幸啊 其实啊 如何保证网购年夜饭安全回家顺心到位 考验着咱相关部门的监管能力 现在不少地方针对这一股新潮流 人家就出台了回定 比如 成都就启动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交易平台 陆网餐饮经营单位都要经过检查 上海呢 他也出台了一个年夜饭外卖套餐食品安全指南 有了这些个新的举措 咱相信啊 这春节过得安心又舒心啊 这就叫最是年夜借乡愁 团圆一饭更暖家 前不久 春晚吉祥物康康是横空厨师啊 为这个春晚呢 是狠狠的刷了一次这个存在感 那现在呢 又一只猴来助力了谁啊 就是照片上这一位 六小灵童 说这个最近啊 六小灵童成网红了 微博 微信 各大门户 网站 哪哪都有他的名字啊 和他绑定在一块的呢 还有另外两个大字 春晚 这事情的起因啊 是这个两条空穴来风的假新闻 先呢 是有人爆料说六小灵童将和郭富城搭档来上春晚 来那么一场双猴细新春 还放出了一张这个定庄照呢 哎 让网友们呢 着实是激动了一把 就纷纷表示 今年一定要看这个春晚和美猴王一块过年 没想到之后 又有消息啊 传出来 说这个六小灵童上不了春晚了 因为他的节目被这个审掉了 被毙掉了 这一时啊 激起了千层浪啊 春晚总导演 那是立马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成了众师之地 哎 不管他发什么微博 怎么解释 这底下的评论啊 亲一色都是 朗牛小灵童上春晚 那他上春晚 这加起来啊 得有个好几百万条 不过很快啊 这剧情呢 又出现反转了 说之前那两条新闻都是假的 六小灵童本人呢 他也出来辟谣啊 说他压根就没有收到过春晚的邀请 至于这个这个网上流传的那一张这个定装照 那是他呀 参加戏曲春晚彩排的时候拍的 好嘛 到头来春晚压根就没有找过他 所以就不存在什么节目被毙了 那网友们又不答应呢 无法接受啊 说你猴年春晚都不邀请美猴王 那这个年跨的那还能完整吗 还有人就说呀 人家这个这个小彩旗 都能站在那台上转 转到零点 哪怕你让咱猴哥坐在这个台下 磕瓜子磕一晚上 咱们也乐意看呢 您瞧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这网友的意思呢 也表达的很明了了 就是希望能在这个除夕夜看到六小灵桶 说起来啊 最近这几年 能不能对这个春晚的态度啊 那普遍都有点这个冷漠大过关注 除了偶尔有这个小花旦呢 小鲜肉的新闻刷一刷存在 似乎呢 没有太多人会在意啊 今年谁谁谁上春晚 哪个节目被毙掉 这些个话题不关注了 这一次六小灵桶事件的发酵啊 突然就让春晚受到了空前多的关注 估计连导演自己都不敢想啊 八成都有点懵了啊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之前六小灵桶 他已经有三次登春晚啊 这似乎也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 尤其很多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 哎呦 估计想都想不起来 啊 他上没上过春晚 你看哈 1988年 西游记刚播完的时候 央视春晚导演组呢 就趁热打铁 把他师徒四位啊 请上了舞台 然后是1992年啊 这西游记火了之后的第一个猴年 这六小灵桶和他父亲六灵桶 是携手登台 演了一出父子美猴啊 还有就是上一个猴年 2004年啊 六小灵桶和北猴传人李扬明啊 同台演了一出金猴闹春 咱凭良心说啊 之前这么几次 你真的有好好看过咱孙大胜的表演吗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个猴年 大家伙突然就对六小灵桶 他上不上春晚产生了空前的兴趣呢 这恐怕呀 就和人们的怀旧情绪有关了 毫不夸张啊 说这就是一场全民的怀旧狂欢啊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说八六版的西游记在首播之后 已经在电视上啊 轮播轮播了三千多次了 也就是说那师徒四人在取经路上 已经陪伴好几代人了 度过了他们的童年 他们的青年 甚至是暮年都成了不可磨灭的经典了 这就有点像这几年 电影界流行的青春怀旧风一样 人们追忆的或许不是某一部剧 某一个角色 也不是追某某明星某某演员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追当初的那个自己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是西游记让人念念不忘 那为什么轮到猪年的时候 大家不想念那八戒呢 轮到鼠年的时候 不想念那个老鼠金呢 那龙年马年的时候 也没见谁囊着喊着 要让白龙马上春晚呢 要我说呀 这和人们喜欢看好莱坞大片是一样的 在好莱坞的世界里 无论是什么世界末日啊 还是什么外星人路青啊 那总有那么一位超级英雄 横空出世 代表光明正义 消除黑恶势力 来救天下人于水火 而这个孙悟空 尤其是六小灵童扮演的这个孙大圣啊 那就是咱中国版的超级英雄 一方面 饥饿如仇 无所畏惧 欲鬼就杀鬼 欲妖就捉妖 另外一方面 他时不时的抓耳朵 耍一耍 这个脾气 又不乏那猴子的这个顽皮帅性 这呀 就使得他扮演的这个孙悟空啊 形象 丰满立体 充满的人情啊 可以说 是孙悟空 成就了六小灵童 而六小灵童 通过他的表演 也成就了孙悟空 其实啊 不管这六小灵童上不上春晚 他还都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那个美猴王 而无论春晚有没有他 在除夕夜 人们也依然会打开电视 吃着年饭聊着天看看春晚 这六小灵童也好 春晚也罢 都是一个符号 承载的 是回忆 是温暖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标题 看天下 文章标题 全国三分之二的白领 没有年终奖 哎呦 前不久 某求职网站呢 发布了一份报告 就是2015年白领年终奖报告 我们来看看啊 排名第一的是杭州 白领的平均年终奖啊 有15000 估计啊 这是被马云的大手笔 给抬起来的平均数啊 按照坊间的传言 阿里 他一个月薪两万的员工啊 年终奖就发了15万 还发了3000股的股票呢 这让多少人羡慕 嫉妒 有点恨呢 排在这个杭州之后的呢 是北京上海 垫底的呢 说是贵州啊 平均年终奖 只有4000多一点 看完这个 白领年终奖排名啊 估计那些拖了后腿的人 默默的准备年后跳槽了 其实啊 每到年底盘点这个年终奖的时候啊 永远都有一些让人眼熟的 别人家的公司 别人家地方啊 这互联网行业啊 就是这个土豪集中地啊 比如强哥和这个奶茶妹妹 今年在自家年会上呢 发了50个 2万 100个 1万 这样的大红包啊 连王力宏啊 都被请来给年会站台呢 当一名快递小哥啊 演这个啊 这微信老板张小龙摆了一堵这个苹果墙啊 这年会上啊 给每一个员工发一部iPhone6s 看 当然了 跟他们形成对比的呢 则是一些奇葩年终奖 比如 有公司给员工发了一箱馒头作为年终奖 也有企业给员工发老干妈 你看这位抱着几瓶辣椒酱 估计此刻他内心的台词是这样的啊 手里啊 捧着窝窝头 眼泪啊 止不住的往下流 有人就调侃了 这两公司的年终奖 凑一块倒是挺搭的 那就是老干妈吃馒头 不知道是蒸蒸日上 还是霸凉霸凉啊 这些奇葩年终奖 给年末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不过呢 却有很多人是无力吐槽啊 根据这份报告啊 有三分之二的人 压根就没有拿到年终奖 人家好歹还有一个馒头 暂时一分钱都没有啊 您瞧瞧 这年终奖 真是没有最惨 则有更惨啊 所以拿了年终奖的 别再往外晒 别拉仇恨 正所谓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接下来是第一财经周刊 文章标题 猜选奥斯卡 要花多少钱 这一年一度的奥斯卡 又开始评奖了啊 要想获得奥斯卡呀 不仅得这个影片质量好 还得呢 舍得花钱 你拿一个小惊人 要花多少钱呢 最近 伦敦有一位电影圈的人士啊 进行了爆料 说大概要花八百万美元 花销最大的一笔 当然就是做广告了 需要四百万美元呢 做广告啊 这个广告可不是电影上映之前的那个宣传广告 他是专门做给评委看的 在奥斯卡评奖记啊 这权威杂志好莱坞报道 他一页啊 一页这个广告费呢 七万多美元 另外一项开销 就是给评委啊 寄电影的DVD啊 给评委呢 来包场放电影 你看奥斯卡的评委 有六千来人 他属于各种不同的工会 像什么导演工会啊 演员工会啊 制片人工会啊等等 最佳导演呢 最佳演员呢 都是由各工会给他评出来的 要公关的评委人数 可能会少一些 最重要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他是所有的评委啊 来投票 那你一个都不能落下啊 得制作六千多张电影DVD 让评委呢 人手一张 另外 还得组织评委包场看电影 让公关公司去游说啊 咱这电影啊 好啊好啊 这部分花销啊 看上去不起眼 但也需要上百万美元的 另外 制片方还要找人写影评的 还得让走上红地毯的 这个明星光鲜亮丽 这些个费用 都在影片的夺奖预算之内 你看啊 参选奥斯卡 这么费钱 咱隐迷心疼小李子 小李子也心疼啊 他心疼他的钱呢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图片 一位艺术家 穿着用废铁皮和旧毡布做的婚纱 和蒸汽小火车 举行了一场婚礼 这是铁的心 要做铁老大的家属 南极暴风雪来临 一群地起鹅宝宝宝是紧紧的依偎在一起 时不时的换个位置 换一个姿势 好确保每一只企鹅都能感受到温暖 那真是蒙到让人心疼啊 福岛崖上空出现了一团橙黄色的云彩 那造型啊 活像是一只从天上伸出来的手 手心里呢 还握着一团金色的烈火 老天爷 你这是要揍谁呢 俄罗斯一位跳伞运动员 在空中自由落体 还没有开伞的时候啊 竟然淡定的跳起了芭蕾 一边挥舞双手 一边高抬腿 脚尖就踩在云上面 哎呦 整片天空啊 都成了他的舞台 空中芭蕾 那真是猴塞雷 好厉害啊 前不久 某控烟机构发布的2015中国控烟报告 其中就显示 烟草控制规划实施三年 多项指标啊 没有完成啊 比如15岁以上成人吸烟率 按照这个计划呢 要下降到25%以下 结果呀 超过了27% 烟名增加了1300多万 据介绍 这个烟草控制规划呢 是由国家八部委联合制定的 这阵仗够大哈 在如此严格的控烟计划下 这烟名不降反身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 咱控烟计划呀 有点失败呀 说起来哈 控烟一直是民众这个很关心的话题 早在2008年 我们国家呢 就被授予了张烟辉钢奖的颁奖词啊 说宁要漂亮烟荷 不要公民健康 咱们这个烟荷啊 不是山清水秀 就是雕龙画风啊 你戴在身上啊 都能当一个装饰品了 你看看人家国外的这个烟荷 发黑的肺 熏黄的牙 住院的病人 看着呢 都让你不敢抽 退避三射 严格控烟 成了火的冒烟 这是为什么呢 你看直到现在 我们也没有实现这个控烟立法 各地呀 风生水起 搞的什么公共场所禁烟 最后呢 雷声大雨点响 你像兰州公共场所禁烟 实施了一年 只处罚了一个人 北京 那算是全国控烟比较严的地区了 实施七个月 出动七万多人 罚款七十多万 平均每一个监督员 只罚了十块钱 这点钱 与这个监督成本这相比 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还是有控烟计划的呢 那很多地方 根本就没有控烟一说 那真是想吸就吸 吸的随意啊 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咱们来看看纽约 它是全美禁烟 最有成效的城市之一 所有公共场所 户外公园广场都无人敢吸烟 纽约的禁烟重拳 包括颁布严格的禁烟法规 对香烟磕重税 同时呢 积极推广公共教育 引导全社会 它形成一个反吸烟的共识 看来啊 要想控烟 必须立法先行 教育和处罚相结合 这样呢 才能熄灭的隐君子 蠢蠢欲动的烟火 最近四川的卢州医学院 因为改名啊 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以至于呢 到现在 人们都不知道 该叫他叫什么的啊 说这个去年四月 学校改名叫四川医科大学 简称穿衣 结果啊 遭到了四川大学和所属这个华西医院的强烈反对 因为人家从1953年起就叫川医了 900多名老川医校友啊 是公开抵制 最终呢 这一次的改名 以失败告终 可是学校不死心啊 还是想要改个校名啊 前不久 这学校啊 又寻思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西南医科大学 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复 就在这几天 你来看这个图片啊 学校挂上了新校名啊 就连门口的公交车站也更名叫西南医科大学 哎呦 我满心想着这回呢 不跟别家重名了 没想到啊 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呀 这一次出来反对的呢 是第三军医大学和学校所属的西南医院 人家说了 你卢州医学院改名叫西南医科大学 我们是西南医院 名字如此相近 容易让公众产生混淆和误解 误以为我们医院是你这学校的附属医院呢 得 这卢州医学院的改名之路又遇阻了 从卢州到四川再到西南 为什么卢州医学院那么执着的要改名呢 而且这名头就越改 还就越大呢 事实上啊 每一所大学更名的背后都有着现实的考量 对于这个卢州医学院来说 改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体量迅速增长 你像第一次改名叫四川医科大学啊 这学校呢就由这个2014年的17个二级院系20个本科专业呢 调整 调整成了12个院部25个本科专业 研究生招生人数呢 比2014年呢 增长了82% 此外 学院改名叫大学 也是招生的精字招牌 在一般人眼里 学院的档次那就是不如呢 大学叫这个卢州医学院 听上去呢 那是一般的地方院校 在招生上啊 习盈利就不如四川医科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够 其实卢州医学院改名 也只是大学改名热潮当中的一个代表啊 据这个统计啊 近六年来 我们国家共有470多所大学啊 跟名占到全国高校总数的23%啊 不过 有些高校的名头是改的越来越大 规模越来越大 教学质量呢 却不咋地 相反啊 口碑还不如以前呢 反过来 你看看人家麻省理工学院 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谁会因为他们叫学院 叫专科学校 就小瞧他一言呢 在这呀 我们还想说哈 高校热衷于改名 恐怕呀 是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啊 那就是学校大学之大 不在校名之大呀 接下来说一说一位名贵中药 阿娇 现在呢 正是东令进补的时节 作为传统的补血这个佳品啊 有驴皮熬制的这个阿娇啊 尽管价格昂贵 却深受欢迎 不过最近有一组这个数据 却让恶交行业 陷入到集体尴尬啊 按照市场上的恶交销量来算哈 每年需要驴皮呢 四百万张 然后国内供应不足 这个一百八十万 即使算上进口的 加起来也就三百万张吧 这个数字的这个缺口 那真就叫驴头不对马嘴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有些恶交它不是驴皮熬制的 那到底是什么熬制的呢 据调查 有牛皮 有猪皮 有马皮 还有狗皮 那有人就说了 这些个恶交是越煮就越臭 那能吃吗 事实上不仅是恶交啊 咱很多传统的滋补品啊 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你比如虫草 还有鹿融 还有灵芝人生等等 都存在各种造假问题啊 如果任凭劣币驱助良币 那就不仅仅是什么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问题 它是关乎到咱中医药 长远发展的问题 有专家就说了 去年我国审议了中医药法草案啊 只有尽快将传统滋补品 纳入到中医药体系 才能让这个监管呢 有法可疑 才能减少什么 狗皮恶交 问题虫草 要我说 不认识药品还是补品啊 它的生产呢 都必须遵循这么一个法则 那就是 炮制虽烦 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 必不敢减物力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大盛门归来啊 想必大家都记得 今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大盛归来啊 这部电影呢 让很多人大呼 说是看到了国产动画片的希望 同时也让不少生意人盯上了西游 这一块蛋糕 这不还有一个星期 咱们就直奔猴年了 而猴年的电影院 估计啊 就要被照片里的这一位 孙大胜给承包啊 因为前前后后总共有十来部 关于这个西游记的电影呢 要上映了 像什么大年初一的三打百股经 还有根据畅销小说改编的悟空传 还有经典IP的续集 大话西游三等等吧 连滋生大圣六小灵童也要亲自上证 带着他的老兄弟马德华 十仲瑞啊 出演了一部 敢问路在何方 大圣门归来 这还真是看我七十二遍 爱老孙来也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